从2月底开始 坦桑尼亚总统约翰·马格复里就从公众的视线中神秘消失了 周三 坦桑尼亚官方宣布 马格复里由于心脏问题而去世 此前他担任东非国家元首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 61岁的约翰·马格复里于去年10月连任坦桑尼亚总统 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两个多星期前的2月27号 之后 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谣言四处流传 当地电视台播音员说 很遗憾地通知各位 今天 也就是2021年3月17号晚上6点 我们失去了勇敢的领导人坦桑尼亚总统约翰·蓬佩·马格复里 马格复里患有心脏病已经有10年了 他的绰号是推土机 于2015年上台致力于打击反动势力和地方性腐败 许多人权组织指出 他的第一个任期充满了独裁主义 他对反对派进行反复攻击 并降低了民众的基本自由 根据坦桑尼亚宪法 萨米亚·苏鲁胡哈桑将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并将与执政党进行磋商 以任命新的副总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